熊熊大火劇烈燃燒 铁皮窗框都被燒到變形 消防人員持續噴灑水柱 火車還是不斷串出 台中南屯區一間紡織泡棉工廠 14號晚上9點多突然發生火警 火勢迅速蔓延 還燃燒到隔壁牛奶批發工廠 這邊有爆炸 班公司這邊有爆炸 因為工廠內都是易燃燒的紡織材料 燃燒面積超過六百坪 所幸當時工廠內的支援都已經下班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高雄左營果茂社區人氣早餐明電 清晨早上五點多 正準備開店時也傳出火警 廚房排煙管線 不知道什麼原因突然開始冒煙 嚇得店員一邊灑水降溫 一邊通報消防隊來搶救 對我們自行撲滅一部分 其實沒有什麼火啦 只是一直冒煙 對我是最後一個客人 點完就失火了 給他一點沒辦法找房間 正在排隊等著點餐的消費者 目睹早餐店火警 也被嚇了一跳 幸好火勢很快就被控制住 但早餐店還得重新整修 忠實顧客們暫時是吃不到人氣早餐了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